爷爷 我觉得 这是这么多年来 他们努力的结果 爷爷 您知道吗 十多年前 他接触CTF的时候 当时啊 国内大环境非常艰难 没有教练 没有俱乐部 也没有经验丰富的前辈 但是他们靠着自己 闯出了一番自己的天地 他们让全世界都知道 原来有一支战队 是来自中国 叫做獨立 也让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人CTF非常厉害 那就是韩商严 爷爷 我每次想到这个事 我真的都非常地骄傲 尤其是想到 他退役宣言的时候 我真的很心疼他 所以我很能理解 他对CTF的这份热爱 不不不 退役宣言 在他事业最巅峰的时候 他选择退役了 当时他说了一段话 我记得这段话 很多人用在歌姓签名 网站啊 论坛 甚至连官网上都有 我 我们看着 我已经背下来了 我现在说给您听 过去两年您三个月 赢过 输过 笑过 哭过 被质疑 被绯闻 被非议 被黑幕 从未辩解 无须辩解 今夜华言中散场 功成名遂 满目荒唐 让我们先带着 眼睛 您现在明白了吗 他真的很热爱这个行业 就像我一样 我也很热爱我的编程 但可能我热爱的程度 还不及他呢 宁宁 对不起 刚才爷爷是在气头上 其实这么多年了 我担心韩商爷 所以一直啊 也要观察他的行业 对我来说 应该是你们 年轻一代的新产物 所以我一直啊 都想尽办法去理解 去了解 我明白 确实是 这个行业对我们来说 都是新的产物 我小的时候 根本都不知道 网络安全这个词呢 我也都没有接触过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还能够认识韩商颜 所以 他在这么小众的行业里 能够坚持做自己 我真的很佩服他 过去也没有 人工智能这词啊 所以爷爷啊 也佩服你啊 谢谢爷爷 其实啊 这社会越繁荣 新的产物 现在行列就越来越多 你们这两年轻人啊 真的很幸福 您换在十几二十年前 这社会啊 这包容就没那么大 不会让你们年轻人 有那么多 找自己的爱好去选择 是啊 我爸妈也经常这么说呢 爷爷 您看啊 您刚才跟我说了这么多 其实从您的内心深处 已经了解他了 为什么您还总是骂他呢 我啊 是老喽 有些事情呢 他都想得开 可是一生气啊 我就会发脾气 就发他的脾气 可是发完脾气又后悔 我会想尽办法 去理解他 因为他是我的孙子 可是如果你的父母 他没有办法去理解他 那就会为难你们 您毕竟啊 您们早晚要谈婚嫁的问题的 爷爷 我们先不说这个了 您先吃点东西吧 来 不 不 不 那天哪 我已经看出来了 你的父母亲呢 不怠慢也含上烟 是吧 他们没跟我提过这个事呢 没提过最好 其实啊 我这孙子呢 毛病很多 不过他优点呢 也不少 要长时间接触之后 才能知道的 我知道爷爷 其实我早就说过 我觉得韩商言哪儿都好 好好好 爷爷 今天是你生日 一定要开开心心哦 那我特别开心今天 你是想说 生日能够跟韩商言在一起 就特别开心 来来来 快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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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爷您也吃 我敬你一杯 谢谢爷爷 过去两年零三个月 赢过 输过 笑过 哭过 被质疑 被绯闻 被非议 被黑暮 从未编辑 不须编辑 今夜华院终反朝 功成鸣碎 万无荒唐 好 不须编辑 不要 不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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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哎呀 爷爷 那您先休息 我就在客厅 您有事就叫我 又不让你用找 你去找韩商言玩 等等你看 他给我准备好这个 你看 一按 他都听见了 这 这 这 好 我帮您把窗帘拉上 别阳光再晒着您 行 爷爷那我先走了 好 爷爷 怎么了 爷爷怎么了 没 没有啊 爷爷在睡午觉 那刚才那个铃 爷爷示范给我看的 没事 那 要不去院子坐会儿 我切点水不 好 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 芒果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除了知道我叫韩商言 还知道这个 其实我知道的挺少的 我就看过你的公开 比赛视频 还有采访视频 其他的没有 韩商言生日二月十四号 生于挪威 十八岁选择的中国国籍 做过几年职业的 CTF选手 获得过的名次和奖项 在网上都能查到 两年后退役 读了几年大学 专业是工业设计 毕业后 在挪威成立的 KK俱乐部 我是第一投资人 也是这家俱乐部的 老板之一 KK串那成立之后 常驻国内 这些我都知道啊 网上都有 我性格孤僻 我虽然知道 CTF是一个代码的世界 可仿佛只有在这个世界里 我才能让自己冷静下来 内心平静 我不喜欢吃青椒 茄子 可我喜欢吃糖 每当我心情烦躁 想要骂人的时候 我就塞一颗疼 到自己的嘴巴里 让自己不要说话 我很讨厌 受约束被限制的感觉 因此我不喜欢 和我爷爷吵架 我气他总是喜欢 替我决定未来 我也气那些 带着怀疑和不信任眼光 看待CTF的人 因为他们不知道 那帮孩子是有梦想的 他们努力学习 就是希望用自己的双手 去闯在未来 我说的是不太多的 不会啊 我喜欢听你说这些 如此详细的介绍 就连百度百科都不可能有的资料 就这么从他口里 一句句地说出来 告诉我 好像在说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童年 这算是正式的自我介绍了 别把我当成网上说的什么英雄 我不是 知道吗 知道吗 那你现在是不是要骂人了 我刚刚看你吃了块汤 让我看来 就说了 感谢观看